幻璧对甄嬛好不好 抛弧幻璧暗中勾结 曹贵人背叛过一次甄嬛 以及幻璧身上多少有些看不惯不谈 幻璧对甄嬛无疑是真心的 这期咱们就来唠唠 幻璧对甄嬛真心真在哪 首先幻璧作为甄嬛的贴神丫鬟 他清楚甄嬛的喜好 知道甄嬛害怕打雷 所以当雷雨夜 皇上在易坤宫大酒店 幻璧第一时间跑到甄嬛身边安抚甄嬛 并且还提出自己留下来陪甄嬛 可见此时的幻璧是真心真意带甄嬛 他不仅记得甄嬛害怕打雷 他还记得在甄府市 一旦遇上打雷天 都是甄母陪在甄嬛身边 所以他希望自己留下来 能让甄嬛安心 其次甄嬛有孕在身 被华妃罚贵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求华妃放过甄嬛 只有幻璧不顾一切 跑去寿康宫求见太后 要知道太后如此尊贵的身份 不是人人都能见的 更何况幻璧还只是一个小小的丫鬟 一个小丫鬟胆敢强行冲进寿康宫 往罪名上说就是 冲撞了太后 扰了太后 尽管侍卫说出了冲撞太后的下场 幻璧依旧想都没想就要往里冲 好在幻璧再次硬闯时 见到了阿静 阿静又将甄嬛被罚指使 告诉了果郡王 甄嬛这才得以救下 后来甄嬛与皇上离心 自请出宫修行 幻璧原本可以不用陪着甄嬛出宫 加上甄嬛为幻璧安排的去处 就算幻璧平时多少有点 而看不惯在身上 得罪了不少人 但又没姐姐和静肺护着 幻璧在宫里也不会吃什么大苦头 如果说幻璧入宫只是为了享福 那么他大可听从甄嬛的安排留在宫中 但他没有 他还是跟着甄嬛出宫了 并且在甄露寺的时候 砍柴挑水席做饭 幻璧都是讲着去做 能不让甄嬛吃苦 就尽量不让甄嬛吃苦 就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 他还是笑着宽慰甄嬛 这双手长满了洞窗 红的青的紫的 孝敬你看 这红的是珊瑚 青的是绿玉翡翠 这紫的是紫英石 如果说姐姐喜欢的我都要抢 成了幻璧最讨人厌的那一部分 那么咱们再来看看甄嬛开启副本 幻璧得知甄嬛和果郡王相爱之后 他有一次破坏过他们的感情吗 很明显没有 并且在得知果郡王死在归途的消息时 是幻璧求甄嬛留下腹中的胎儿 张姐 你不能喝这个药啊 你要保住这个孩子 这可是王爷唯一的骨肉 人人都知 拽妃爱果郡王爱的深沉 却不知幻璧也是如此 人人都能理解 遗修对纯元的怨度 却不停地指责幻璧的不堪 要知道当初甄嬛和幻璧摊牌的时候 给幻璧的许诺是幻璧母亲的名分 以及给幻璧谋一个好人家 如今幻璧跟着甄嬛在寺庙吃苦受累 还自动断了自己后半身的幸福 一心想着帮甄嬛养孩子 你说幻璧他不真心 他又是图什么呢 除此之外 书中甄嬛回宫后 瓜六嘴里图了开塞路 讥讽甄嬛他二妹 幻璧冲动之下 不顾上下尊卑 不仅把瓜六骂了个狗血淋头 而且还直接上前给了瓜六一巴掌 要不是美姐姐护着幻璧 或许幻璧会因为这一巴掌丢了性命 更别说安小鸟害了真眼的老婆孩子之后 甄嬛和幻璧一起去看疯了的真眼 瞧着真眼的模样 幻璧对安小鸟的恨意尤为明显 于是幻璧暗示甄嬛杀了安小鸟 以报大仇 如果说幻璧没有真心真意对甄嬛 他会把真府的人当家人吗 他会不顾自己的性命 为二小姐出气吗 他会暗示甄嬛杀了安小鸟吗 很明显幻璧除了想让他娘的牌位进真府 和曹桂仁勾结背叛过甄嬛一次之后 他再也没有对甄嬛不忠 甚至真心相待事实所向都是甄嬛 至于是不是故意弄掉果郡王袖子里的小象 这大概是幻璧清楚甄嬛和果郡王再无可能 为自己博一个机会吧 毕竟甄嬛传 甄嬛传 这是以甄嬛的视角去叙述所有的事 其他人究竟经历了什么 谁又能知道呢 甄嬛传中有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他敢爱敢恨 怼太监 怼皇上 怼嫔妃 怼尼姑 他怼过的人手拉手 可绕皇宫一整圈 他就是连苏妃都文方丧胆的 拽妃叶兰伊 这期咱们就来唠唠 拽妃怼人那些事 第一个被叶兰伊怼的人是苏妃 苏培胜 苏培胜 作为皇上身边的贴身太监 那权力 那眼力 那可是后宫嫔妃恨不得巴结的 天偏叶兰伊不需要照服 对苏培胜不屑一顾 不仅如此 叶兰伊还丝毫不给苏培胜面子 大庭广众之下 公然怼起了苏培胜 当时苏培胜陪皇上在圆明园 瞎溜达 皇上感慨如今宫中的女人千篇一律 没特色 苏培胜正要疏解皇上时 突然马斯声响起 皇上来了兴致 上前观看 结果看到了叶兰伊 这不堪不要紧 一看皇上的魂都给勾走了 自从华飞死了 甄嬛离宫了 沈梅庄没爱了 皇上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么可信的人 于是皇上色心意气 便封了叶兰伊为答应 而传这份旨意的正是苏培胜 当时苏培胜领了旨意来到百郡园 不料叶兰伊正在驯马 苏培胜被晾在一旁 好不容易叶兰伊出来领旨了 也不懂跪下 苏培胜敲声提醒叶兰伊 需要跪听 尽管叶兰伊心中不耐烦 却也不得不跪 但这一跪瞬间让叶兰伊惊了 换作攀龙附凤的人 听到自己被封为答应 早就乐得谢天谢地谢祖圣 偏偏叶兰伊不愿进宫 更不愿被封小主 所以面对苏培胜一个劲儿的道喜 叶兰伊本就烦得很 便直接怼了一句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 小主您开玩笑了 您开玩笑了 苏培胜被叶兰伊的福气吓到了 急忙转移话题 请叶兰伊赶紧收拾入宫 既然入宫成了定局 叶兰伊便问苏培胜 入宫我住哪 苏培胜急忙回了一句 内务府自有安排 这话又让叶兰伊不满了 内务府安排是内务府的事 皇上既然喜欢我 干嘛要让内务府插手啊 苏培胜被怼得不知如何应付时 叶兰伊又喃喃自语 心中感到十分的遗憾 原本叶兰伊答应果郡王 要表演骏马给他看 如今果郡王还没来 自己反倒要进宫了 这也就相当于叶兰伊 唯一的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叶兰伊又气又挠 可苏培胜不知道 叶兰伊为什么生气 于是苏培胜忍不住 多嘴问了一句 小主您说的是谁啊 你管我说谁 至此苏培胜被怼得 哑口无言完全落败 第二个被叶兰伊怼的人 是大胖菊皇上 叶兰伊入宫当天 皇上便急忙跑去看望 结果叶兰伊一个劲儿 只顾着撸猫完全不看皇上 瞧瞧叶兰伊一言不发 皇上问他 为什么不开心 是不是住的不习惯呢 叶兰伊头也没抬一下 只说住哪儿都一样 结果皇上不死心 巴拉巴拉的说个不停 这时叶兰伊终于抬起了头 皇上误以为叶兰伊 被自己撬开了封心 却不料叶兰伊话里话位 都是莫挨老子 皇上忙于朝政 不必为我烦心 而且我不笑 是我生性就不爱笑 并不为别的 皇上被呛得下不来台 只好兴兴地附和一句 你不笑更好看 第三个被叶兰伊怼的人 是瓜六奇贵人 由于叶兰伊生性不爱热闹 所以皇上破例免了叶兰伊的各宫行礼 皇上这波操作惹得后宫嫔妃议论纷纷 就连皇后也感到好奇 想会一会这个叶兰伊 无奈之下 叶兰伊只好到请安大会走个过场 结果皇后还没发话 瓜六就忙着打头阵 历程质问叶兰伊为什么迟迟不来拜见 瓜六被怼得无力反击 皇后却刮目相看 正如叶兰伊所说 这满店坐着的人 谁又知道谁心里在打什么主意呢 第四个被叶兰伊怼的人 是齐二哈齐飞 齐飞被怼 依旧是叶兰伊首次请安的时候 当时瓜六正被叶兰伊怼得起劲 齐飞瞧着瓜六败下阵时 没有人敢反击 于是齐飞质问叶兰伊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六宫之中谁不是真心拜服皇后娘娘 不料叶兰伊照样不给分好面子 回了一句 真心这种话 是口中随便说说就算数的吗 你 皇后娘娘 您看 您看叶大英 你实在是太嚣张了 齐飞说不过只能搬出皇后 求皇后做主 不料叶兰伊连皇后的面子也不给 直接来的句 安你也请过了 我就先回去了 皇后娘娘万福今安 皇后娘娘若没有别的事情 今日就算臣妾拜见过了 臣妾先告退 叶兰伊这波操作可把齐飞气坏了 但皇后作为中公 这点忍耐还是有的 所以皇后劝慰齐飞用不着气恼 偏偏齐飞这个傻憨憨 有嘴巴了个不停 至此 叶兰伊成了名副其实的拽飞 不管他请不请安 都没有人敢多说 第五个被叶兰伊怼的人是尼古 静白 当时瓜六为了污蔑甄嬛偷情 特意把甘露寺的姑子 静白找了来 常言道出家人不打狂语 偏偏这个静白收了瓜六的好处 瞎指人 最终因为甘嬛发现水出了问题 皇上派苏培圣重新找水 再次滴血认清 皇上确定了六阿哥就是自己的亲儿子 可瓜六还是不死心 即便证明了六阿哥 瓜六还是认定甘嬛和温石出有私情 同时瓜六还认为自己有三个有力的人证 而这三个人证中的飞文十分怕死 为了抱住瓜六这只大腿 飞文有趋势时喊着自己不敢撒谎 此时静白看清了局势 他明白只有力证甘嬛思通 自己才能保住性命 于是静白开始狡辩 却不料夜兰一来了 紧接着夜兰一又向皇上表明了事情缘由 并且还把能力正甘嬛清白的莫言带来了 至此瓜六只认甘嬛和温石出私通落败 而夜兰一也被甘嬛牢记在心十分感念 以上便是夜兰一怼得对方无力还口之事 不管是皇上嫔妃还是太监尼谷 夜兰一都是一点面子也不给全都打发了 可见江湖人称夜兰一为拽妃一点也不假